巴黎奥运闭幕 而惠奇正式的传递到了 2028年夏季奥运的主办城市洛杉矶 我们也为您整理一下精彩片段 包含是奥运的男单夺金 网球天王乔科维奇 以及比赛期间卷入了性别争议的 阿尔吉利亚拳击手卡利弗 都带着金牌凯旋归国 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 不过斗士美国体操队 却出现了奖牌的风波 女子自由体操项目 拿下铜牌的切尔斯 被国际体育仲裁庭判定 她的得分挑战超过时间了 这铜牌要缴回 改颁给罗马尼亚的选手 而美国队强调会继续抗战 包含是向瑞士联邦最高法庭 或者是欧洲人权法院进行上诉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 12号宛如不夜城 民众聚集在市政厅广场前 拿着国旗大声呐喊 只想见到网球天王乔科维奇 还有他手上内面得来不易的奥运金牌 在奥运南单摘下金牌 巧克维奇成为史上第五位 达成生涯金满贯的球员 2024巴黎奥运闭幕 不少运动员也准备展开人生型的篇章 五度尊战奥运的30岁英国跳水王子汤姆戴利 这次拿下男子双人10公尺高台跳水银牌后 宣布要退休了 他在场边织毛衣的画面将成为绝项 阿尔及利亚女拳击手伊曼卡利福 也带着金牌回到家乡 面对性别争议的舆论压力 她完成金牌心愿 将荣耀献给支持者 而外界也将目光从巴黎转移到美国洛杉矶 2028年的夏季奥运主办地 12号这天专机迎来奥运会棋 由洛杉矶市长巴斯亲手带回 这是继1932和1984年后 洛杉矶第三度主办奥运 主打永续发展 将城市内现有的体育馆改为奥运场馆 城内已经能感受到满满奥运热潮 有民众表示已经上网登记 要担任奥运志工 但就像许多现代化城市一样 洛杉矶也有交通拥挤等问题 有待解决 本届巴黎奥运 本届巴黎奥运美国和中国各拿了40面金牌 但美国总奖牌数126胜过中国的91面 不过在赛后竟然传出奖牌争议 美国体操选手切尔斯在女子自由体操项目拿下的铜牌遭到收回 原来在比赛当天 切尔斯得分排名第五 但在教练申诉调整动作难度系数的给分标准后 让他多了0.1分 逆转成为铜牌 根据比赛规定 体操员必须在分数公布后一分钟内 或在下一位选手上场前提出挑战 但切尔斯的情况又有些不同 美国体操协会再度提出上诉 包括成交新的影片证据 显示教练在切尔斯下场后47秒就提出申诉 没有预示问题 遭到国际体育仲裁庭驳回 美国奥会对此表示失望 将转向瑞士联邦最高法庭或欧洲人权法院进行上诉 切尔斯目前只在IG上PO出一张新碎图 宣布他以考量心理健康为由 将占别社交媒体 也希望这场奖牌风波能尽快结束 TVBS新闻综合报道